周深在夏日毕业歌会上带来了一个特别的舞台 节目组采用已经到底的拍摄手法 让周深进行了三曲联唱 他先是采用在楼上楼下边跑边唱的方式进行演绎 最后他一个人站在教学楼下 学生观众全都站在楼上 周深与300名毕业生合唱了《遇见》 他用富有情绪的声音唱出了离别的伤感和无奈 小编直接被周深给唱哭了 此次周深到来的三首歌曲都非常有意义 Try Everything是鼓励毕业生不要畏惧失败 大胆去尝试和闯荡 毕竟毕业之初是毕业生最为难熬的一段时光 出入社会前景迷茫 不知道要干什么 囊空如洗 不知道该如何起步 怀疑自我 感觉大学的学习难以运用到工作 作为过来人 小编非常喜欢这首歌 当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就先去尝试的去做 不管事情难不难 只要迈出了第一步 那你就成功了一大半 当然这说起来非常简单 但这也是事实 这段时光虽然非常煎熬 但也是毕业生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 这是磨练大家心性最直接的阶段 去勇敢的尝试一切吧 来不及勇敢是一首青春告白曲 周深在毕业歌会演唱这首歌 是让毕业生对自己青春的告别 要知道这就是一个人成长的分水岭 在踏入社会之后 青春的任性和天真 都会在忙碌的生活中败下阵来 当然这些东西非经历所无法理解 这是对青春的离别 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该曲和第一首形成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希望大家未来不要再有来不及勇敢去面对的时候 小编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这就像是一个过来人对毕业生的嘱咐 可以说这首歌放在这里非常应景 当然周深的演唱也确实精彩 不愧是完美兑现嗓音天赋的新生代歌手 如今的周深在全开麦的情况下 就像是录CD一般 这或许就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吧 至于《遇见》则是比较温暖的一首歌 在毕业季有无奈有伤感 但更多的是这段宝贵的回应 同学的遇见 师生的遇见 甚至是点头之交的遇见 这都将是我们在日后无比珍惜的记忆 他们共同构建了大家的大学生活 遇见是我们一生都在经历的 这一个特别的舞台让人动容 周深的歌曲画面感真的很强 听着听着小编不禁回忆起自己毕业的时候 这也是让小编非常感动 真的羡慕现场的毕业生 为什么小编就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事 大家可能并不知道 周深在夏日毕业歌会的花絮中 还清唱了大鱼和大拉崩霸 仅是短短的几句就引得全场尖叫 这就是实力歌手 不得不说周深选的这三首歌 真的非常应景 当然他表现的也非常完美 对于这样的结果 小编已经并不感到惊讶了 因为周深一直都是那么的优秀 他每一次登台总能带给大家惊喜 并创造经典舞台 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 如此特殊的场景和演唱方式 给夏日毕业歌会 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句号